大家可以看到 王岐山先生的价值成员和利益相关人 还有姚庆先生 和海航是什么关系 和王岐山什么关系 大家接下来情况下看 海航的发展 从150万美元 到1800亿美元 是怎么发展的 在过去的三年里边 67个最大的国际并购 涉及了全世界最敏感的产业 而且所有这些产业 并购当中 都需要中国政府外汇管理局 中国发改委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批准 才是可能的 它这67个项目 如果要按照程序来发展 我告诉大家 一个都不可能 没有一个中国法律的支持 那都为什么发生了 它收购德意志银行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收购的 收购 这个希尔顿的时候 什么时候收购的 它收购的 这个美国的芯片公司 这个是什么时候收购的 每个产业被共产党称之为 叫战略性收购 所谓战略性收购 就是想偷你的东西 想对付你 短短的一千多天 完成了67个世界并购 人类上唯一的一次 平均多少天一次收购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王岐山先生的2009 他当副总理 到了2014他当常委 开始了反腐运动 海航的资产 像飞一样的一飞冲天 那我请问大家 你王岐山当的是全国 14亿人民的国家副主席 你代表的是共产党 9000万党员的反腐运动 海航能增长那么快 一天一个亿 三年一千天 涨了一千多个亿 为什么中国的 其他企业不可以 你只代表海航吗 习近平王岐山 你俩知不知道 海航的整个发展 符合中国法律吗 为什么刚才我提到 安邦 叶简明 吴小辉 京东 等等等一系列老板 数以千级的老板 在这六年里边 六分之一的中国私人企业 全部垮掉了 为什么他们不能成长 十二万倍 二十五万倍 再做了 各位你们想一想 人类上有过一个企业 一天可以成长几倍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more Saying 感谢观看